请听第三种声音 欢迎收看NGO观点 其实面对台湾人口老化 双新家庭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需要看护的外劳 或者是需要帮庸的外劳 直线成长 20年来我们开放外劳20年来 这个已经成长了13倍 到底看护跟帮佣怎么分呢 已经有人因为他没有把它分清楚 就被处罚了 今天我们都要来讨论 另外呢 劳委会也开放全面的职聘 就是外劳的职聘明年开始 还有呢 巴士亮表到底要怎么申请 现在也可以有外展服务 这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我要介绍的是 劳委会外劳组的组长 蔡孟良 蔡组长 主持人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还有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就是理事长 顾玉玲 哈喽 大家好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政大劳工研究所的教授 顾 呃 刘梅君 主持人好 来宾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还有立新医院的副院长许诗典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要带你还原 徐薇因为这个好像要这个看护工剪狗毛等等 然后被处罢 我们先还原当天她到底在媒体怎么说 我一直在想我们家是怎么拖的 因为我没有看过她拖地耶 你是说梦娜吗 我就很纳闷到底我们家是 因为你刚刚这样讲 我不知道说我还没看过这个夜市 我也没看过拖把 我也没看过抹 没有 我没看过她怎么拖地了 可是回去的时候地 可以拖澳的吗 回去的时候地是干净的吗 她就是干净的啊 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洗澡 那个浴缸会有污垢的 然后我们飞庸回去她家一个月的时候 就我每天都会泡澡 Mona回去一个月 对 就是她要 时间到就要回去一个月 时间到回去再来 所以我们的浴缸奇怪 两三天以后就有那种黄黄的那个污垢 我还想是因为有沙尘暴到台湾来 那么严重这样子这样 那我就想是不是我加了那个浴缸的那个 什么泡的那个粉 后来第二天我就不加用清水 她还是有耶 对 所以后来我们Mona一回来 我就发现又没有了 后来我觉得 问题出在Mona身上 Mona 对 就说你加她好可怕 你等了一个月 等到那个污垢 一个月都不清理她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秘密 就是我一出门 Mona就清 我一回来说她是干净 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她 所以Mona一直在你背后做事 对 她是背后你耶 真的 这个Lisa可以用膜布吗 不行 所以Lisa一定要跪在擦 对 要跟我一样 因为其实膜布呢 就是你站着的距离 你看到地面上的 地上的东西 跟你跪在地上擦 其实是有一点差距 你会看不到桌角的一些 骯髒的灰尺 你们家是地上有很多血迹吧 是脑浆 很久没有人跪在地上擦地了 我一直都是 这样真的Lisa恨你吗 不会啊 因为其实一开始都是我在做这个工作 好我们刚看到了这个徐薇跟欢欢 其实他们在现场的说法 那我们看到徐薇他并没有说他强迫这个孟娜 去做这么多事捡狗毛啊 那个弄浴缸啊干净都没有 可是他被劳委会处罚了3万的法金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这个蔡组长 为什么他会被处罚 我想这个不是劳委处罚 这是劳工局 我想这一部分其实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在法律法规上的层次 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因为我们国人在雇佣这个外劳 其实在目前的我们的法律其实是非常清楚 就是他只能从事原来他许可目的的工作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案子来看 其实他就是看护 那什么是看护呢 那他当然就是以家里当初他所申请 有这个照顾这种所谓的一个重症的患者的这样一个需求 而来引进之后从事这个照顾工作为主 那当然这个个案来讲就是 第二个层次就是事实认定的问题 其实事实上在这个案子里面 倒不是因为在电视上讲了之后就去处罚 其实劳工局其实也经过很多的一个相关市政的收集 那也大概了解相关人员的一个陈述之后 那根据就是说他的一个认定之后 认为这个他所雇的这个外籍抗护 他其实已经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依法是除3万到15万的罚款 我想这一部分大概是以目前来讲是在法律上 是已经做了一个事实认定 那当然这个部署当然他可以针对这个问题 有一些疏愿的救济管道也当然他可以提起 不过我们看到徐薇在现场都没有说他有做这些事 只是他发现干净了 他因为出国然后回来 才发现说原来他都在做这个事情 那这样子他并没有强迫他做 而且外劳他们去访问这个外劳也说他是自愿的 那这样被处罚在你来讲 你是不是认为真的该处罚 玉玲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有差不多17万的家庭看护工 那另外有2000多的家庭帮佣 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24小时待在家庭里头 他受雇于个别的家庭雇主 所以他们的工作其实基本上都是混杂在一起的 那我们也遇到过很多他名义上应该在云林照顾阿公 可是其实他就是在台北做帮佣的事情 那我想对于徐薇这个案子是不是这个样子 大概很多人心里都有数 就是说基本上外籍劳工来到家里之后 那他领的是最低工资 事实上比最低工资还要低 15840已经十年不变了 那我要说的是 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是混杂在一起的 基本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好用 多好用就是说他又可以照顾阿公 那我要讲不是所有的看护工都这样 如果是本地的看护工 你不会顺便叫他去接送小妹妹 你不会叫他顺便去洗碗 还有叫他去打扫 那可是我们目前的大概只有 对于这些远渡从洋而来的外籍看护工 他才会同时做所有的事情 那甚至于很多的阿公 他跟着阿公走 那这个阿公可能有五个小孩子 他每个月要换一个家庭 每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 五个月来大清扫一次 那或者是说 我们也常常看到各式各样的情形 就是说他甚至于被指挥到 亲戚朋友家里头 去继续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到亲戚朋友家继续打扫 那他很好用 他不断可以看阿公 可以照顾小孩子 那他还可以家里头有开个蜘蛛餐店 或者开个小店 还顺便当店员 那这种百用的外籍劳工 我想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所以其实都是违法的对不对 所以人家说外劳真的熟个大碗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看护工跟这个帮佣 他有分的 在法定上是有分的 这个看护工他只能做按摩拍背煮饭 是煮给这一个受照顾的人 喂食洗澡协助大小便 做轮椅陪同就医 那帮佣他可以照顾幼儿 也可以料理这个老人及家里一般的家务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请了看护工 跟这个帮佣怎么分 这种界限我相信 听众朋友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说 还很拍婚 你住在家里面怎么分 其实要分也不难 因为就是目的许可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基本上他是照顾老人家被看护的人 不一定是老人家被看护的人 那么因为要照顾这看护人 延伸而出来的 譬如说你要煮一点饭给这个老人家吃 然后要帮他这个洗澡 或是要洗他的这个衣物 这部分当然是一定是OK的 一定是OK的 对对对对 延伸出来的这些任务是的 可是如果你超过这个东西了 要帮全家人煮晚餐 要帮全家人洗衣服 要帮全家人打扫 这个楼上楼下 这就超过了 所以我不觉得这地方有什么太多 那种这个不合理的地方 对刚刚那个玉琳谈得很好 如果今天你是请本地的看护 你会让他做所有的事情吗 然后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说 他们说是这个外劳志愿的 他没有支持他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 可是我们反过来问 如果今天一个 这个外籍不管是帮佣 就帮佣 帮佣 他只做照顾老人跟照顾老人延伸出来的工作 这样的外籍帮佣会被继续留用吗